就是好多大家都在做慈善嘛 刚才他们也说到说你在微博上 做了一个十加十 十乘十这样一个计划 给大家谈谈这个计划吧 是比如说是怎么有这个想法 然后这个计划是怎么样的 然后怎么样去做这些 一直以来我都很想做一个东西 是帮助母亲的 因为帮助孩子的有点多 我也一直在帮助孩子 可是我后来发现 最近出的那种 就是那种 为给自己的孩子捐献器官的 那个抱走妈妈也好啊 还有被人欺负的爷爷奶奶 也为自己给儿子治病 去卖菜的爷爷奶奶也好啊 就是太多类似于这样的 父母没有人养活的这种 可怜的事情了 我就觉得大家忘了 每个人都是爹妈生的 所以我很想有这个机会 去可以帮助那些爸爸妈妈们 因为我觉得 这是如果一个人连孝顺都做不到 我相信这个人一定不可以交往 一定不可以共事 那我就希望自己尽自己所能 去一点一点去帮助他们 我不敢说自己有多么大的能耐 那我就在微博过一百万的时候 想到了一个回馈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那我出十万块钱 帮助十个需要帮助的母亲或者父亲 然后我们也一直在找这个 包括我说的那个卖菜的 那个爷爷奶奶那个事情 但是后来我也想到了说 你只是给别人一笔钱 那这个钱花完了怎么办呢 那花完了也就没有了 他们重新再来过 那我觉得与其短暂的帮助 不如说我们想个办法拿这一笔钱 去做一个长久的一个规划 因为慈善最终的目的 不是说一时的帮助 而是永远的把这个事情做下去 所以我希望自己这个时成时计划 是每拿出这一笔钱来 都去帮助这个人 做一个可持续性的一个发展 比如说我们给他一个建议 去帮他那个做一个什么 比如说做一个小卖场 小卖部啊 卖点东西啊 或者让自己在家里边 支点东西啊 可以去去卖 做一个可持续性的这种慈善的东西 这才是慈善最根本的需求 所以就想到了这些